日本岛根县已长寿著名 当地居民又爱吃咸等食物 只是 咸不是护肝吗 还能帮助长寿健康 台湾又有什么食物 可以让人健康长寿到老 营养师黄书惠推荐 五仔鱼 地瓜 南瓜 都是台版的长寿的超级好食物 台版三大长寿超级食物 五仔鱼 南瓜 地瓜 黄书惠指出 不止日本 台湾花莲的咸也非常多 其实所有的贝类 如哈利 海瓜子 淡菜 咸等 都含有牛黄酸 鸟岸酸等营养 对身体有一定好处 不过在台湾还是推荐五仔鱼 地瓜 南瓜等食物 五仔鱼 营养不输海鱼 补肌肉 护心血管 调节血脂 黄书惠推荐 吃鱼对身体好 尤其是五仔鱼 更是属于台湾的超级食物 中老年人希望吃蛋白质 建造肌肉 需要的是质炼岸基酸 包括白岸酸 一白岸酸 斜岸酸等 而五仔鱼的质炼岸基酸含量非常高 而且脂肪酸比例非常完美 可以保护心血管 调节血脂 大家都说 要吃深海鱼 补充Omega 3 护心血管 抗发炎 黄书惠说明 五仔鱼的Omega 3含量 一点也不输给深海鱼 而且五仔鱼还含有足量的维生素B12 大家都以为只有吃牛肉可以补血 其实五仔鱼补血能力也很强 还能帮助神经传导等功能 长寿食物 地瓜 南瓜 好处有哪些 醋排便 调控血糖 固血管 黄书惠也建议 除了五仔鱼 南瓜 地瓜也是不错的选择 南瓜 地瓜虽然甜 但生糖指数并不高 用南瓜 地瓜替代白米饭 可以减少热量摄取 而且还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 可以促进排便 另外还含有腥 骨等营养素 有助于调控血糖 造血等 黄书会补充 地瓜 南瓜也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A 及各式各样的叶黄素 如胡萝卜素 叶黄素 玉米黄素 饮黄素等 可以照顾眼睛 气管 皮肤 血管等 同时对身体也提供了非常好的保护作用 感谢收看 欢迎订阅 按赞 分享